大家好,欢迎来到羊羊说史 三国时期的将士们就像夜空中的星星 星星点点,让人眼花缭乱 其实在那个时候也出现了许多历史有名的将领们 他们就像巨星一样,吸引着无数人的眼光 就像一些我们能够耳熟能详的名将 关羽,吕布,张飞,张飞 赵云等人 他们个个都是三国时期比较勇猛的将军 那你们知道这几位在三国时期的排名究竟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就来聊一聊三国五大猛将的排行榜吧 有可能这个排行榜说出来,你都不敢相信 第一,关羽 在三国之中的大将军就属关羽在众多诸侯面前出场最精彩 这一位默默站在刘备旁边的大汉子 竟然做出了温九斩化熊的英雄事迹 令当时在场的人员无不瞠目结舌 第二,吕布 这位大将军是存在于三国初期 当时他的名号可谓是响彻三国 无人不知,人中吕布这一位大将军 可见他的英勇和武艺是有多么高强 他在战场上就是凭借着自己固人的武艺和神助手赤兔马 常常都可以打下胜仗和骑战 第三,张飞 此人长得身高马大 而且又有一副大嗓门 他是属于那种勇猛型的将军 有时也是有一点冲动 但是不得不承认 张飞此人在战场上的表现十分的勇勇 有一种气拔山河的气势 第四,赵云 他是三国时期活得比较久的大将军 在早些年间 他一直担负着刘备的贴身保镖的职务 可见其武艺是有多么的高强 对刘备又是多么的忠心 第五,孙策 他是孙坚的长子 孙权的哥哥 周瑜的好友 此人也是十分英勇的 但是他却英年早逝了 所以他在世的时候几乎没有打过几场硬仗 以上诸位将军都是十分勇猛的 孙策垫底 赵云南进前三 吕布走下神坛 对于这种排名不清楚 你们会不会认同呢 好了 本期就到这 有说的不对的地方 欢迎指正 觉得我说的不错的 点个赞 关注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